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et me go home Whiskey Let me walk out that door Let me go home Whiskey 好多人喔 這裡簡直是爆炸欸 對啊 好多人 現在是外衣的 現在是早上吃兩半 早上吃兩半 早上吃兩半 好誇張喔 開車了吧 那我們這次網卡呢 我們一樣是在KKD上面買的 它這個是四日 是在澳門的那個無線上門這樣子 那我們一個人的話 價錢是178塊錢 我們是在台灣的機場這邊取貨的 對 在台灣銀行上面 對 9號櫃台的正對面 沒錯 終於帶大家進來貴賓室了 來 我們直接往前走 它是一個正方形的 然後全部都是吃的 一開始這個是紅茶蘆果銀號 紅豆麻糬 這什麼 這些是沙拉系列 這沙拉其實還好 有沒有看到前面 有寫一個入口 嗯 入口我們等一下可以點餐 然後呢它這邊旁邊會有一些 炸物啊 培根等等的 我覺得它的東西其實看起來不少欸 其實它這裡還有很多其他的貴賓室 但是我們只有進來過這邊 所以無法比較 然後再另一邊的話就是有台北飲料 飲料 飲料 可樂這樣子 其實還滿不錯的欸 然後它每個座位中間都是有那個插座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來這邊的話 感覺可以帶一下充電器 這次出國呢 是我們的第九個國家了欸 莫名其妙就要快十個了欸 對 那我們這次要去澳門嘛 只會安排三天兩夜的行程 對 因為我們前後都有事情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啊 第一天啊我們會先去train 我們會先帶大家去一個 好像是去年才開幕的一個飯店 而且那飯店很平價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澳門玩 然後預算沒那麼高的話 感覺可以參考這幾 我那間好像才兩千八左右而已 我覺得還滿便宜的 對啊 然後隔一天呢我們應該就會去那種酒店系列 因為呢聽說他們這裡的飯店啊 都是非常非常奢華 來到澳門一定要來試吃看的地方 然後所以我們就先從便宜的 然後到隔天是比較貴的 看差別在哪裡 對 然後最後一天呢 就是差不多要回來嘛 我們就會去澳門的半島 我們就會往上面走 然後今天會去吃那種在地美食嗎 對 今天會去吃官野街 然後去吃蛋塔還有水蟹粥等等的 我們現在已經順利抵達澳門了 但是問題呢已經到了 我們在網路上面查的資料 跟我們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要去的那間叫做澳門普京人的酒店嘛 網路上面說可以坐公車 結果發現我們公車的站 完全沒有一個是停在那邊的耶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坐迪士 或是看一下其他的那個酒店的 我們可不可以過去 這裡倒是有住其他人 這裡有到巴黎人 還有什麼倫敦人的 對 我們現在打算要用走的去看看輕軌 然後我們在去輕軌路上有經過這個叫做 機場專門接送的地方 你看後面這台是澳門維尼斯 原本我們也想說第一天要住這個 但是房價實在是太高了 第一天跟第二天差了一倍 對 沒有那麼多啦 六千到一萬一不是嗎 是 對 大家可以從停車場找這個電梯 然後坐到這邊最上面 就有輕軌的標誌了 但至於怎麼搭呢 我們等一下再研究 大家如果住普京人不用擔心 你有看到這個影片你就知道怎麼去了 好的 跟台中捷運很像耶 對啊 我們現在在機場 然後我們的目的地是東亞運這邊 不過我們就順便給大家開箱一下 它大概裡面是長怎麼樣 就大家如果真的訂到那種沒有專車的飯店 也可以坐著看看 對 但是我會坐這個也是因為我們那個飯店 上面有寫說你也可以搭輕軌這樣 對 所以大家你們還是要看一下 你們的飯店有沒有用輕軌可以到 然後我們剛才一進來的話 我們所有的票價這樣是一個人六塊澳門幣 好像來了耶 好短喔 那是別人的吧 好可愛喔 永利皇宮澳門也是非常貴的飯店喔 超帥的耶 超帥的耶 他們的飯店超浮誇的 欸你有看到那個龍頭嗎 哪裡 你剛才有拍到嗎 沒有 有龍頭嗎 有 超帥的 我沒看到龍頭耶 白拍了 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飯店 它好像貨櫃屋喔 它是那種金色銀色的 你看這裡 那裡有個巴黎鐵塔耶 喔 那是巴黎人 喔 有巴黎鐵塔是巴黎人是不是 對 聽說這個巴黎鐵塔是它的一半而已 好 我們離開輕軌之後呢 一直往前面一直走 我們旁邊就是他們的體育館 然後我們往這條路一直走之後 走到底右轉就可以到六兵路了 六兵路就是我們要住的那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是4月24號2023年的 我們台灣如果來到澳門的話是不用任何簽證 就是你只要憑台灣的護照來就好了 連台包證都不用喔 對 全部都不用 就很輕鬆的進來 然後什麼檢疫啊什麼也都現在都不用囉 各位你們看我們走著走著看到天上有奇怪的東西 有兩個人掉在那裡然後好像在玩什麼設施一樣耶 我跟你一萬塊要不要上去玩 不要 欸 其實不用12分鐘耶 不用 大概5分鐘就到了 對啊 我們超近路了 前面這棟長長黃黃的有個壁畫 就是我們的普京人 沒錯喔 所以這間也是新的 對 很新 所以我們想說住一個新的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明天再住一個比較 經典的 不用說比較貴的嗎 是真的滿貴的 就是價錢大概是3倍吧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1點半 但是他說確定的時間好像是3點 知道能不能順利先進去放個行李 然後我們等一下有看到旁邊有個商場 等一下應該可以去逛一下吧 欸 還有浴缸 感覺滿美的耶 真的耶 一直看起來不大 不是 它真的不大 但是還滿漂亮的 嗯 客手可以嗎 客手可以嗎 就是也是有類似顏色的東西 不是 它不是類似 它就是 剛從房間出來啊 其實我覺得它的房間內部很像台灣也住了到東西 但是其實他們厲害的是在商場 那我們這間飯店 它雖然叫做普京人 不過它是一整棟 然後裡面還有包括歐蘇丹主題飯 跟Light主題飯 跟普京人主題飯 普京人的話 他說其實就是澳門當地的一些古典元素 會融合在我們的飯店裡面 沒錯 然後他剛才還有一個My friend 那一半的話我們想說我們在台灣的立靶上租過 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想說我們都到了澳門 就來一個他們當地的東西 對啊 來他們賣當勞呢 我覺得比較特別應該就是這個薑菌漢堡 不知道是什麼口味 它這裡就有主打了 我感覺是隨機的 就是下次來可能就沒了 嗯 季節限定 對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全日牛牛粉 有豬骨湯 好帥喔 翻烤雞 雞肉或是豬肉都有 好帥喔 然後我覺得還有滿酷的就是他們的豆瓶 它這裡有個叫做白蹄子野果蘇打 然後還有港凍飲式奶茶 嗯 我們這之前人喝過不好喝 好像是耶我忘了 哇現在現在還有喝的 我們是凍飲茶 不行 喔這個不行我們在香港的市場喝的 對對對 我們要收到離開的時候喝的 你們一定以為在麥當勞的正下方 有麥當勞是一件還滿普通的事情對不對 我跟你們說他們的飯店下方不只有麥當勞 還有特斯拉專賣店 直接賣特斯拉耶 好誇張喔 他們真的不是厲害在房間耶 他們是厲害在這些地方耶 他們的周邊設施 對而且他這裡我們台幣才訂的時候兩千八左右 對但是你好好再加一些稅啊 結果只要加大概三千 可是你訂其他的也要是要稅啊 這個價格在國外滿不錯的 對啊 因為我剛去房間我覺得整個設施看起來都還滿乾淨的 可能是因為是新的啦 喔這樣我開始期待明天威尼斯人了 但威尼斯人其實他就真的是比較久一點 但是他的周邊超級 應該是更猛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集 那他們戶外呢有LINE的一整個主題 欸這真的很大耶 你去比一下可能大家看不出來 我應該跟青蛙一樣高而已 青蛙還比你高耶 只有在他眼睛 真的耶你在詹姆斯的腰而已 我是165公分 這超大的 欸你們要聽出什麼bug嗎 各位你們看我找到一個非常chill的地方 它是露營風格的 看來時候到了 各位你們看我現在身上的這件衣服 它是美美耶 那我這件衣服的品牌啊 它其實是專做中大尺碼尺寸衣服的Poly Lulu 那他們家的衣服尺寸範圍呢非常的廣 難道他就是HH先生筆下最可愛的女鬼兼女兒 美美嗎 沒錯他就是2023年Poly Lulu的代言人喔 其實啊我自己一直以來都還蠻喜歡美美的 因為呢我覺得他其實是有點像是自信的化身 因為啊他其實還是棉花糖女孩 但是呢他走在路上啊 如果他化成真人的話 應該都會有一種風的感覺 感覺很有氣場 對而且他講話就是非常的有自信 就是姐就是神啊 然後你們大家都這麼給我去旁邊之類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我覺得我身上就是缺乏了這一點點自信 那種很像霸氣耶 對我少了那個霸氣感 希望我這個時間的歷練呢可以讓我越來越霸氣 那他們這次啊有聯手推出聯名T恤 總共有三款 每一款呢都有兩種顏色 那他們的尺寸啊都是從M到3XL都有 那我剛好有提到啊他們是專做中大尺碼尺寸的品牌嘛 他們這次呢很難得我推出M尺寸的 其實呢就是像我身上這件一樣 其實我覺得你的身材搭配他們衣服會顯得更有線條耶 真的嗎 對啊 你難得說這種美話 就真的美 那最重要的是呢他們現在全館啊滿3000元 就可以獲得美美的限量聯名禮盒包裝喔 大家不要錯過了 那我覺得我們大家真的要向美美看起 超開體重的枷鎖 穿上美麗的衣服 一起拿出你的氣場來跨大步伐逛街去 你各位啊有沒有看到下雨了 而且是下超大雨耶真的是雨神耶 Oh my God 哪個國家都一定會淋到雨傻眼 那我們今天原本的行程是要去外面吃東西 吃一些路邊小吃 但現在下雨也不知道怎麼去 各位這個應該叫做暴雨了吧 要出去秒絲的那種耶 對啊 哇天啊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吃一點東西 我們現在要去我們飯店下面的懷舊街 就是美食餐廳啊去看一下有什麼好吃的 對 後來我們在商場找到一家叫做招牌麵的一間店 我們剛本來要吃一個水蟹粥 結果我們換算台幣 居然一碗粥要370幾塊 有點偏高耶 超級貴的 所以我們想說 欸還是我們去外面那種 比較一般的市集那裡再賣 就我們原本要去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一定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今天就點的比較平價的 像我點的就是牛腩撈麵 這跟我們去香港吃的那個超像的 58塊錢而已 對然後也有附一碗湯 你的肉的話還是有滑順感 嗯 它的筋是很容易分離的 然後你的麵體它好像本身就是會這樣比較偏硬 但它的肉我是覺得味道還滿重的 喔有欸 我的剛才那塊是全部都是那個筋 軟的筋 喔 我覺得它都是硬的筋 哈哈哈 好吃的被我吃掉了 對啊 但我這個雲吞麵它的雲吞很強 怎麼說 你看裡面就是蝦子啊 然後我點的這個麵呢 它是叫做上海麵 我想說上海麵是什麼 上海的麵條 就是長這樣子 它說這叫白麵這樣 喔 好像沒什麼差欸 對差不多 我這間店的越吃越好吃欸 它叫做招牌麵 嗯好吃 它吃到後面的時候很好吃 我吃那個雲吞麵真的太讚了 我真忘了喝光光 然後它整間店的擺飾 就跟這個走廊一樣 非常的很有這裡的味道 但是現在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就是 雨還是在下 對啊 我的氣象它其實寫說五點就停了 現在是48分 欸58分 4點58分 所以再兩分鐘雨就會停了 OK 雨終於停了 其實我發現我們那時候 從機場下飛機的時候 大家坐接駁車可以直接坐來上普京 它不是有接駁嗎 對啊 但是有一些酒店聽說會看一下你的入住的東西 有可能它會檢查 對我怕被檢查到 我就是會乖乖排 對 不過它這裡離我們的飯店 就在隔壁而已 對 你們可以記得這勺船 它叫阿門環宮 阿門飯店就在那邊 我們現在在隔壁的上普京的室內 這很明顯比剛剛高級很多 真的 對為什麼我們會來這裡呢 是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接駁車 對 它會直接帶我們到觀野街 就是我們要去吃蛋塔的地方 它說穿梭巴士 對它叫穿梭巴士 所以它們就這樣來回穿梭 那我們剛剛不驚人的那個服務人員跟我們說 可以來這裡搭車 對 我們就直接走過來了 就是來到這邊的話 好像去到我們觀野街 是直接直搭 而且是不用錢 對 很不幸的 6點20分的車已經走了 現在是 24分 他說剛走 接下來要7點才有車 不是啊 我的蛋塔7點就關了 哇 你覺得老天在捉弄你嗎 對啊 然後我們剛要出門的時候又下雨 然後我們又回去拿傘 結果錯過了 然後結果又下雨 又出太陽了 對啊 拿完傘下去又出太陽 傻眼呢 就是代表我們坐這台車會發生不幸的事情 可能下車才要狗屎之類的 可能燒蛋塔會拉肚子 不過就是這樣子冒險才好玩 對不對 就是看它這種臉 這樣才好玩啊 讚 我覺得不太好玩 哈哈哈哈 嘿 在澳門大船樓巴士的成就已經完成了 耶 我們現在搭接駁車 然後到一站下來之後 它也只有一站 對 它好像就是A跟B的來回點 那我們現在到了一個叫做舊城區的地方 沒錯 不知道這裡是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觀野街 觀野街我看走路過去再五分鐘就到了 所以它這裡只是一個點 不知道欸 就看起來也還蠻熱鬧的啊 這裡好熱鬧喔 而且又麥當勞 在我們來之前呢 我媽就跟我說一定要來吃 大力來的豬排包 她說一定要這間 她說這間很好吃 可惜 關門了 找蛋塔 找蛋塔 蛋塔關啊 說一定有別家啊 當然叫說那家比較好吃 我們可以先吃一個不同的 再吃一個厲害的嗎 說一定不同的比較好吃 這個橙皮牙檸檬茶 這個建議是橙皮茶喔 我們剛才它裡面其實有非常多那個青蛙元素 然後有什麼負能量垃圾桶 我現在就有點負能量 因為很多人對不對 很多人 它整個動線超怪的 對 然後因為它的店面真的是偏小 然後我們最後點的這個是橙皮牙 一杯是36元的澳門幣 這是超多人點的耶 幾乎每個人都有點這個 然後它的甜度也不能調整 對 應該就是招牌了 沒錯 好喝嗎 她說檸檬到極致 涼爽 它有皮耶 檸檬茶 它真的是橙皮吧 它好吃喔 它裡面的橙皮 有點像是蜜餞的感覺耶 可以這樣打起來很不錯 但我覺得這台灣夏天感覺可以來一間耶 加萌吧 你看 水蟹粥來了 聽說來阿門必吃的 對 因為我們其實沿路上也看到蠻多家的 我們是點小丸的 叫它來一個超大的 我覺得它這個大概是兩到三人份的 對啊 它裡面就是一隻完整的螃蟹 但是它裡面的肉我是看不太到啦 它應該是散在裡面的 我剛剛這老的時候 我覺得它聞起來有點像小米粥 我覺得它其實就吃起來算是蠻鮮甜的一個粥 但是它的螃蟹味好像沒有很重 但它的米是小顆的啊 就是它沒有說非常大顆粒的感覺 它一定有點像是糊的樣子 嗯 小碗的是兩百一十塊二幣 換算台幣大概六七八百的 反正我覺得它吃起來是不雷 只是我覺得 感覺大家一起吃一份 就試試味道當然就夠了 對 它這裡跟那個香港一樣 就是很多是並桌的 對 所以我們這個圓桌很多都不能吃 嗯 它這隻很肥耶 哇 這個都是肉 所以它是因為有一整隻的大螃蟹 所以價格才那麼高 這也蠻好吃的 但是口味來說我比較喜歡吃那個 避風糖還有辣椒螃蟹 就是重口味那種 重口味 這個有點太清淡了 我們剛剛吃的就是這夾 可以推嗎 應該算是可以啦 就是感覺要大家一起 如果我們兩個人有點虧 如果人多的話可以來 對人多就OK 畢竟它也可以用這個手機支付 我覺得算蠻方便的 目前我們都還沒拿到現金耶 對 後來我們在這個角落 然後忘記咖啡買了奶茶跟菠蘿油 我們想說等一下帶回家吃 我們想說等一下帶回家吃 我要邊走邊吃耶 等一下就吃掉啦 在首播的時候你們知道嗎 還在吃菠蘿油啦 來吃吃看 因為我要趁熱吃啊 不然等一下要涼掉 然後你現在都不回大家 結果你是在吃菠蘿油 等一下再一次回 欸欸 讚的 猛的是不是 它的鹹度是夠的 它裡面的那一層 然後它的外面是甜甜的 鹹的加甜的 然後它是有點燙燙的 它就是有外面熱裡面冰的感覺 好吃耶 繼續回 還有做那個爆打檸檬對面的 忘記咖啡 啊不要忘記喔大家 我們在路上看到一個樓梯 然後好多人在這裡拍照喔 這也好像是一個網美景點耶 你們看這個晚上是不是太浮誇了 超美的耶 超級豪華 可惜有這根輕軌 不然它整個看過去金碧輝煌的耶 對啊他們的燈真的是沒有在手軟 它感覺那個招續都會有那個外星人要叫下來了 對啊你看他們這樣子往上照 太扯了 然後我們前面這個你看 標誌有個飛碟 它這洞叫做銀河 然後我們在左邊呢 那洞超大的 有V開頭的 威尼斯 我們明天會住這裡 那我覺得今天 雖然就是下午的下雨 所以讓我們這個行程有點打亂 不過就是留到明天 所以大家記得要看下一集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我身上這套衣服的話呢 可以在我們的底下 有一些資訊欄連結說明 大家都可以去參考喔 感謝PolyLulu 感謝你 掰掰 掰掰 真的是太美了啦